鬼鹅 最近家里鹅子越来越多 我常态一口气 自暴自弃地把自己摔在沙发上 无论怎么打扫 消沙也清理不干净 沙虫剂都已经用完好几瓶了 我估计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 臭气熏天的 最有可能是放在厨房的陈旧食材 不知道以前塞在了哪个鸡脚嘎拉生虫子 一时间也找不太到 这些鹅子生得又特别大 飞起来散着一层油腻泛光的鳞粉 也不怎么怕人 第一次瞧见我几乎要吓得被过气去 躲进厕所不敢出来 后来慢慢也就不怕了 也不能怕 毕竟还得抓紧时间处理 更何况要是有什么虫子被他看见了 他指定又要发起脾气来 他总是这样 他总是这样 老婆 老婆 我饿了 我慌忙爬起来 哎 知道了 饭马上好 我给你端去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一点声音也没听见 最近他总是这样 神不知鬼不觉的 突然就出现在家里哪个地方 快点 哎 好 饭还得闷一会儿 我站在旁边开始切菜 着急忙慌的 一下子切破了手指 看着血雾的从伤口处 鼓成一大株 我连忙扯了几张纸巾 勉强包住 转身的功夫 切菜的砧板上 又落下了一只鹅子 细长的触须微微颤动 双翅缓缓展开 河上 上面散落着暗红色的斑点 像一双双眼睛 随着微动一争一合 饭呢 饭呢 快一点 滚过来 他咆哮的嘶吼声 从客厅传来 我惊得浑身一抖 扫掉那只虫子 顾不上伤口 赶忙盛菜 我去你妈的 老子养你是喂猪吗 砰 砰 他又开始砸东西了 他总是这样 饭终于闷熟了 我颤着手给他端过去 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我躲回卧室 看着墙壁上趴着的鹅子发呆 想起以前身上的那些伤 浑身发冷 天知道 我有多怕他 突然砸下来的拳头 甩过来的碗盘 那些碎片 他咬着牙的样子 掐住我的脖子 还好他终于在那里安静下来 一片死寂 什么声音也消失了 然而我爱他 多么爱他 我知道他也爱我 只是用他的方式 我看得出他就是个暴躁易怒的小孩子 他只是控制不住自己 等他回过神来 就会跪下 就会抚摸着我的手 让我摸他的头 就会像个犯了错的小孩 祈求我像个妈妈一样抱着他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一个男人如果不爱女人 怎么会跪下来求他呢 打是亲 骂是爱 我想起小时候 在昏暗的灯光下 父亲抚摸着我头上伤口的样子 他的面孔淹没在光线的尽头里 喃喃自语着这句话 温柔又可怕地看着我 神情晦暗不明 嘶 指尖冷不丁一腾 不知什么时候 一只鹅子已经落在了手指的伤口处 触角一点一点的 浸在阴出的血珠里 颤着 抖着无数暗红色眼睛的斑点 等我回过神来 几十只鹅子飞的到处都是 一只只 落满整张墙 所有眼睛 密密麻麻 一只只瞪着 看着 看着 鹅子 鹅子 该死的鹅子 看着 鹅子 都怪这些该死的虫子 我激动地站起来 浑身颤抖 这些该死的虫子 就是因为这些他才会生气 今天才会生气 我就知道 没有了这些 他不会这样 滚他妈的该死的虫子 猛一回头 他站在那里 阴沉地 狠狠地盯着我 面目扭曲而争鸣 像一根钉子 一把刀 一根狼头 一条鞭子 啊 恐惧让我长大了嘴 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眼前扑来无数的鹅子 戴着暗红色的眼睛 成群地涌过来 耳边是 翅翼和翅翼 互相摩擦煽动的声音 淋粉雪一样地 落在眼球里 那些眼睛瞪着我 瞪着我 在我耳边 嬉嬉索索的喃喃 透过眼球 透过脑子注视着我 我绝望地瘫倒下去 双手乱挥着倒下 后脑重重地磕在床头尖硬的跪脚 呃 自我 等我睁开眼 它已经消失了 只剩下客厅里 电视呲呲啦啦的响声 我勉强扶着床爬起来 手里黏乎乎的一片 天已经黑透了 家里也昏暗一片 它不喜欢开灯 我又有夜盲症 刚开始的时候 走路经常蹭在墙上 有时候走得急了 身上轻一片子一片 它这么说 拉我去医院治疗 还给我涂药 告诉医生我实在太笨了 自己不在家 就会把身上弄得遍体鳞伤 我把水开到最小 悄悄擦着身体 最近身上好多了 除了今天被菜刀切到 它说的没错 是我太笨了 我太笨了 一点小事也做不好 水流冲过伤口 疼得我一色缩 手下没掌控好力度 水深花的一下冲了出来 吵什么呢 疯女人 冰冷的水滴答滴答 地从发丝沿着脸颊滴落 直到浑身冷透 擦干头发缩回被子里 枕下一个冰凉的物体 各住了脖梗 嗡嗡震动着 是它的手机 怎么会放在这里 鬼使神差的 我小心地将它抽出来打开 一项项浏览着它的各个软件 我哑然发现 毫不遮掩的聊天记录 它跟各式各样的女人 图库里的每张图片 女人的大腿 胸部 肉做的各种部位 我一张张滑过去 感到浑身的血液越来越冷 又忽然烧起来 烧得额前一片滚烫 闷憋得几乎叫我喘不过气 我几乎支撑不住 我几乎支撑不住 翻过身趴在床眼呕吐 眼前一片昏黑 这不是它 不是它 它那么爱我 它说过会永远爱我 仿佛一只巨大的鹅子 轻轻落在我的眼前 双翅稀呼不定 最终缓缓地展开落下 耳鸣声越来越响 是它趴在耳边淒厉地嘶吼 是它在嘶吼 在声音 在喊叫 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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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厨房 拿起菜刀 它还饿着 记得要做饭 请订阅并发布通知 如果您有类似的经历 欢迎评论并分享您的经历